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ssion 是干嘛呢 session 我们的中文名叫做绘画控制 所谓绘画控制就是我们一个用户在打开浏览器 连接一个网站的时候 这中间会产生一次交流 对不对 你去访问一网站中间会产生 我们这种疫情就叫做绘画 而在交流过程中 我们的服务器要识别你用户是谁 怎么办 你一个用户打开浏览器对吧 你就用要识别用户是谁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技术给它来实现一下 而这个技术就叫session 这东西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的服务器 当一个用户打开一个网站登录的服务器的时候 服务器会给用户生成一个唯一的rd 这个rd就叫sessionrd sessionrd 然后当用户下次再刷新页面再去访问这个网站 这个sessionrd如果存在说明这个用户 还是之前的那个用户就会比对一下 这就是Session的一个功能实现 好了 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就通过代码去了解一下这样的有没有技术 这边我已经写好了一个peerp文件 我们session的使用非常简单 但是要使用的时候 注意上来呢 要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叫sessionstart 要开启session 默认是不开启的 好吧 开启一下session啊 开启了之后才能使用 所以这个要一定要注意啊 开启 session才能使用 好吧 然后开启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下滑线 session来设置session值了啊 其实你开启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呃 用户啊 它就会有个sessionrd才产生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打开咱们的浏览器看一下 这边是06下滑线的02 啊 好了 右键 那么检查严肃 咱们现在是访问的index.trips的文件啊 然后呢找到这个网络的 然后再来刷新一下 好 看一下咱们这个02啊 大家会看到在咱们的cookie里边呢 会有一个pc sessrd 对不对 这个sess啊 其实就是咱们服务器这边生成的一个sessionrd 啊 它怎么样 其实session的实现 你会看到这边cookie里面会记录的 session实现其实它要结合着cookie才能用的 好吧 这一句话啊 而且要结合着cookie 如果没有cookie的话 这个session就会用了啊 而且要结合cookie来使用 其实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道理非常简单 你一个优户通过浏览器打开我的一个页面的话 那么我的服务器呢 就会给你生成一个随机的自图串 这自图串就叫做sessionrd 而这个sessionrd同时 我会返回给谁啊 返回给你这个浏览器 你使用cookie给我保存起来 这时候大家注意 从我cookie保存起来之后 下次你再去刷新的时候呢 再去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你看怎么办呢 我们的这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浏览器这边的这个 囤储的这个pcsetrd就会传给 还会传给谁啊 传给咱们的这个 啊服务器好吧 传给他啊 来回的传 你说你还始终保持这么唯一的一个啊 你看 你发现我们始终保持这么唯一一个 就这样 这是咱们的session的一个作用 然后中间来回传 中间有一次如果你断了 那么这个sessionrd就不存在 不存在的话 咱们就吧 就不能够识别你这个用户是谁了 好吧 不是识别用户是谁 好 接下来我们使用一下这个session 这个如何去存储一个值好吧 因为你通过session的时候 你不光是要存储一些什么 不光是有sessionrd这个作用啊 你还存储一些信息比方是user 等于什么呢 还是等于不啊 这跟咱们的cookie差不多对吧 cookie差不多啊 你可以存储这么来存就行了好吧 这么来存去了 加上你session里面也是可以存值的啊 存储了之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呢 大家会看到这边啊 当然你在这里是看不到那个值了啊 因为那个值是不会存在cookie里面的 那值怎么办呢 那个值我们只能把他注释掉 然后呢dump一下 通过咱们的doll下滑线session 把它再取出来好吧 把它取出来 然后我们刷新看一下 好你看我们session也是可以存储 这样注意这个值是存储到服务端的在客户端 你管是或许不到 也是这样的话 session的存储呢 比cookie的存储要更安全一些 对吧 session的存储 要比什么 要比cookie的存储更安全一些啊 这个要注意一下 要更安全一下 那么其实我们session到这一步来讲 就讲完了啊 就讲完了 然后呢 我们接着下面来实现一个登录功能啊 登录 这边写好一个logan.pp 这样一个html的一个页面 然后呢 我这边还有一个文件也建好了 就是dlogan 处理这个登录逻辑的啊 处理登录逻辑 首先呢 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logan这个界面啊 logan.pp 对不对 logan.pp 好了 你看又名密码 那么快速登录一下啊 那边波波波波啊 然后呢 是123456 我们现在是假的对吧 是假的 因为因为他没有学习库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模拟一下啊 模拟一下 现在是正好一个表单表单 我们要提交给一把 提交给读logan.pp 会获取到是不是 提交给他们 怎么实现功能呢 好 当用户一登录的时候我们怎么着 就判断一下啊 把这个什么 啊 刀了 开启 F1 F30下方线 大致啊 开启一下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直接什么啊 刀了下方线 session 算是什么啊 存储什么 存储这个 user信息啊 等于什么呢 等于咱们的这个我们直接全部存起来了 到下方线 post 其实全部存到怎样啊 也是可以的 数组 是可以存数组啊 可以存 数组好吧 好了 这样完成之后啊 我们实际就完成登录了啊 就完成了 就不让你算得简单 这都登录怎么实现呢 那么在这里面做个判断啊 做个判断 那我们这个P2P混写的时候 你要注意 P2P混写的时候 可以这么来写 P2P跟HTN混写啊 P2P 然后呢 位号结束对吧 这里面可以写了啊 写什么呢 写我们的这个逻辑啊 如果什么呢 当然在前面这上面你要开启一下 在这个页面也要开启一下什么 开启一下咱们的 咱们的 塞神啊 好了 这么开启一下 se sr 文 stitch 下滑线 start 啊 开启一下 开启完之后 这边再来判断一下 如果什么啊 到了下滑线 se sr 然后呢这里面有个U的 如果为真那就存在 对吧 如果为真 注意 这样 这样是吧 我们这边怎么着 就显示你登录 不为真相让 这样是提示登录 好这边那么再来看一下 把这个定位去掉 是吧 要判断的 判断那么 还这么再写 再写 混写的方式 要注意 混写的方式 所以这个括号 还得到这结束才行 先把它包起来 包起来 然后这里边呢 如果是吧 有真 就这么 就这样 否则呢 这边再来写一下 点个号 prt 然后呢 问号 结束 对吧 好了 这边呢 再来写个号 然后这里面 你可以写什么的 htmi内容 我这边写是 这个 谁呀 随时的登录 好了 问号 prt 好吧 问号 prt 然后这边写什么呢 写这个echo一句话 到了下我写s s on 然后呢 这边是user 里面的什么 user 里面的 这个名义户是 刚才username对不对 申请username eco 这边是username username是不是 好了 然后这边来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再连接一个字幕串 点连接 已经登录 好吧 已经登录 好 这时候我们刷新一下这个界面 刷新一下 你可以看到现在没有登录 没有登录 没走那个判断 相当为大拨拨 好吧 然后密码是123456 然后快速登录一下 好了 我们再回到logan刷新看一下 这有点问题了吧 大拨拨 然后123456 然后快速登录 dlogan dlogan这边检查逻辑 dlogan这边才要处理一下 session囤出来 然后我们再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然后我们刷新看一下 是不是这边已经登录了 对吧 登录把这些东西都存取到session里面去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logan的时候它是应该怎么着 这个页面应该就提示我们的已经登录了 那么现在这个逻辑可能判断有些问题了 如果到了下滑线 如果到了下滑信 se se user 对吧 为真的话 为真 为真 是不是只有为假 要取得反 就不存在的时候才提示这个对吧 这个东西写错了 我们刷新看一下 好了 你看大部分已经登录了 是不是 你说你在重新建其他界面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人复制一下 然后再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说你要这时候又会访问其他界面了 其他界面也加上这个逻辑判断的话 这样就是可以判断的 然后说这个goof 电商文章有个商品页 商品页 商品页 然后这里边没有键 然后呢 免贴一下 好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呢 我们去刷新 访问一下 在任何页面就可以的吧 都可以判断了 就是已经登录了 就是它已经存储了session这个值的话 那表示它就已经登录了 因为只要存储了我们在任何页面 都可以获取到它session的值 好吧 好了 这期课我们就讲完了 这是咱们的一个简单登录功能的实现 继续咱们下一节课的学习